葱花蛋煎到半熟 犹如婴儿肌肤 滑嫩鼓溜 台湾人爱吃蛋 从早餐开始都要来一颗 以这家知名豆香店来说 每天就会用掉两三箱的鸡蛋 这也代表背后产出 五六百个废弃蛋壳 若以全台一天 可以吃掉两千四百万颗蛋 想过吗 蛋壳都到哪去了 这里是全台最大的液蛋工厂 每天会用掉一百二十顿的鸡蛋 产出多达三顿的废弃蛋壳 急需找到新出路 但第一步必须克服先天条件 蛋壳占空间 绞碎看似能解决 但不耐久放容易糙磨磨 要克服就要有点技术 出来的蛋壳碎片 不再失失年年 原来已经在机器里 先冲后洗烘干再搅碎 而这就是脱丑的关键 去除臭味问题 磨成更细的粉末 这时已完全看不出 任何蛋壳的模样 液蛋厂研发的技术 不但取得台湾专利 日本也曾来谈技术转移 就因为摆脱蛋壳的各种不方便 更能存放在仓库中 等着锻炼成白金 倒进机器里的粉末 就是蛋壳粉 在纺织厂的加工下抽丝 再用七十二根丝 做成一根纱线 难以想象 原本一碎的蛋壳 竟然能织成延展性高的袜子等纺织品 而回收蛋壳做出来的布 每公斤比以前做的抗菌仿臭布料 贵了三十到五十元 成本变贵 但纺织业者看重的 正是蛋壳里富含的碳酸钙成分 虽然一件衣服 顶多只有十二毫克的蛋壳在里头 含量很低 但叶蛋厂靠着纺织再利用 每年能消耗三到五吨的废弃蛋壳 更重要的是降低轻运成本 平均每一个月 因为有大小月大概是十万左右 那它只是会往上升 大概每一年平均会增加二十%左右 对待厂内不做二次利用的蛋壳 占总量的百分之九十七 量大到每两天就要请人运走 一年一百二十万元的轻运费 每年攀升 重点是愿意收的轻运公司越来越少 让液蛋厂压力山大 因此就算蛋壳清洗 杀菌等等的后端处理成本 比轻运费高出四倍 但为了长远发展 液蛋厂还是决定砸重金投资 开发蛋壳产品 连蛋壳膜都能萃取出面膜成分 近年也跟国外合作 输出台湾的废弃蛋壳原料 我们对于欧洲的话 我们是免洗餐具 那它这个里面的原物料 就有我们的蛋壳粉 韩国也来买蛋壳粉 做成药品药罐 看似为蛋壳找到重申第二春 但农业部统计 全台一年产出将近三千吨的废弃蛋壳 九成以上还是做成堆肥 或送进垃圾厂丢弃 就因为缺乏政府大力支持 仅能靠有心的业者 努力让蛋壳不被埋没